还在为失眠问题所困扰,不如给自己来个长期的水果疗法改善睡眠质量的同时还能够滋补美容如此一举多得的好事,还不快一起来试试。 葡萄,美容的安眠要在入睡之前,人们大脑中会分泌一种名叫吞黑素的物质。 晚上是这种物质分泌最旺盛的时期,预示着我们即将入眠。 研究证实,葡萄中含有大量的吞黑素,能够起到改善睡眠周期,辅助睡眠的作用。 还有研究表明,葡萄酿成酒后其吞黑素含量可能更高一些,更有助于睡眠。 因此我们还可以选择颗粒小,成熟度高,颜色深,无腐烂的葡萄。 利用白糖,酵母发酵自制葡萄酒,经常喝一杯,既改善了睡眠,又起到了美容抗衰的作用。 香蕉,快乐的安眠要说起香蕉,其润肠通便的功效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疏通了肠道,排出了毒素,身体轻快,睡眠也自然得到了改善。 而且香蕉中富含大量的维生素B6,这种物质能够让人远离忧郁情绪,保持愉悦的心情入眠。 香蕉中还含有2%以上的糖质,可以有效帮助提升睡意。 生活中常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可以将香蕉搭配牛奶,在睡前一起服用进行调理,可以起到润肠通便,改善睡眠的强大功效。 红枣,健康的安眠药红枣也是失眠患者经常吃的水果之一。 红枣有安神,帮助睡眠的作用,有很多的民间偏方都会用到红枣这种原料。 红枣富含大量对人体营养有益的物质,对皮脏有很好的保健功效。 帮助补皮液气的同时,自然会起到安神助睡眠的作用。 我们可选择在晚饭后,用大枣加水煎支服用,或鱼百合煮粥食用,如此便可加快入睡时间。 奇异果,补钙的安眠药很多时候,睡眠障碍的产生是因为脑部神经病。 而奇异果中含有的丰富的钙,美极维生素C,这有助于稳定我们脑部神经的运作,达到大幅度改善睡眠质量的功效。 奇异果不愧被誉为水果之王,它还含有其他水果中极为少见的钙质。 奇异含量几乎高于其他所有水果,多吃还能达到补充钙质的功效,更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 研究表明,每天食用两颗奇异果,就可以将睡眠品质提高40%。 苹果,芳香的安眠药老人们常说,每天一苹果,医生不找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苹果不仅是健康的代言物,其中含有的浓郁芳香还对人的神经有很强的镇静作用,能有效催人入眠。 临睡前吃一个苹果或在床头柜上放上一个苹果,让失眠者吸闻其芳香气味,可以镇静脑部神经,帮助入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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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腎 桑腎的安眠药 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 桑腎里含大量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维生素 能补易干肾 改善肾功能 减轻神经衰弱症状 对缓解失眠大有帮助 我们可以挑选优质的桑腎 清洗 装入罐中 倒入高度数30-50度的白酒 桑腎与白酒的比例为一 二 密封浸泡 两到三周后即可饮用 一开始下注尖 开箱之后 一开始下注尖 维持一切 血液的桑腎 一开始下注尖 转发尋 大量的桑腎 加上 一开始下注尾 一开始下注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脑的安眠药橘子是维生素非常丰富的水果 其中富含大量的维生素C和铁 能够有效缓解压力 调节人体内血压等激素恢复正常水平 促进睡眠的同时还有补脑的功效 此外 橘子也具备苹果芳香气味的属性 这种浓郁的芳香味对人的神经有很强的镇静作用 每天喝一杯橘汁或者睡前在床头柜上放一个包皮的橘子 能够有效地帮助入睡 荔枝 护肤的安眠药荔枝中含丰富的葡萄糖和维生素 是思虑过度 健忘失眠着不可多得的安神益寿果品 一般以食用新鲜荔枝为佳 我们可以每天早晚各吃少许的荔枝 对改善睡眠状况以及因睡眠问题导致的健忘症有极好的疗效 同时多吃荔枝还可以保湿锁水 为肌肤补充充足的水分 维持肌肤的水循环 草莓 养肝的安眠药俗话说 红色入心 草莓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钙 可以起到镇静神经的作用 有助于预防人们心情慌乱 帮助并保障睡眠 草莓不但可以帮助睡眠 又是去干火的高手 因干火旺盛而无法入睡的朋友 可以将草莓榨汁 睡前来一杯 对安神助眠有讥笑 桂圆 补屑的安眠药桂圆被称作第一补脑的灵丹 相关研究表明 桂圆能防治长期失眠 高度近视 还能辅助提高人的智力 对于经常头晕 头胀 头痛的朋友 也可以选择食用桂圆进行辅助治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将桂圆早晚搭配着吃 疗效更佳 早晨用龙眼食没取肉 煮和煲蛋二个 加适量白糖 空腹吃 每晚睡前 食用桂圆十个左右 这样便可生气益气 护肤养颜 治疗心际失眠 由适用于女士 没想到这十种常见的水果 竟藏着催眠的强大功效 快分享给爸爸妈妈 还有身边的朋友知道 我们下期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